大家好,欢迎来到TOP研究院 这对一居日本的华人夫妇在疫情期间成事儿上 一跃成为上演美食街的餐饮巨饿 然而一天清晨,他们却化为两具交湿陈年深山 警方调查发现,涉及此案的凶犯足足有六个人 其中竟然还有日本的知名同心 而当幕后真凶浮出水面,其身份却让人直呼狗血 并且有不少网友表示,受害夫妇是恶贯满盈,就游自取了吗 他们究竟做了什么,让人们如此愤恨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近,这起东京上野狮子交湿案 2024年4月16日早上7点左右 在日本立木县那虚挺的深山中 几名林业工人例行巡逻,突然空中传了一股骄呼味 这让几人有些诧异,他们一路追踪 结果在一处小溪旁,看到有个物体正在燃烧 冒出浓浓黑烟,出于好奇走进桥里一眼 结果都被吓得魂飞天外 因为这竟然是两具真人遗骸 他们当即拨打了报案电话 警方很快赶到现场 勘查后发现,两具遗骸面部朝上 相互交叠,呈十字架形状 头部被塑料袋包裹,上面还缠绕了几层胶带 手脚被捆绑,现场遗留着一个圆罐 装着汽油和其他不明液体 看上去这应该是一起杀人焚尸案 并且凶手离开不久 取下两名死者头上的塑料袋后 发现他们早已面目全非,无法辨认 均是颈部受压窒息而亡 其中,女性死者生前遭遇过残酷的暴力殴打 头部又多处骨折 凶手似乎对她更加怨恨 监视人员经过DNA检测 确认死者是一对定居日本的华人夫妇 丈夫名叫宝岛龙太郎 妻子叫宝岛杏子 他们在东京上野车站周边 经营着多家餐饮店 算是知名人物 宝岛夫妇原是东北人 移居日本后 或许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 便取了日本名 丈夫的日语带着浓烈的东北口音 而妻子则说得十分纯正与流利 受新冠疫情影响 2020年 上野很多店铺 因经营困难相继倒闭 只能被迫出售 这时 宝岛夫妇敏锐地察觉到了商机 全部低价收购过来 重新装修 打造成了烤肉店 疫情结束后 生意逐渐火爆 他们也一跃成为美食街上的餐饮巨饿 作用14家店铺 甚至连这条街都被牺牲为宝岛路 那么这对夫妇 会是因为家财万贯 而招人极恨 才为谋财害命的吗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 两人在上野周边的风平 竟然十分恶劣 几乎到了天路人员的地步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宝岛餐厅的员工 与周边商家都表示 这对夫妻不好相处 曾多次与他人产生矛盾冲突 甚至还引得警察出面调解 很多人都对他们心存不满 在员工的眼中 宝岛夫妇就像是脾气不好 喜欢PUA压榨劳动力的无良老板 他们在名下餐厅装满了探头 用来随时监测员工的一举一动 宝岛龙太郎每天都会通过手机查看监控 一旦发现有人闲着没事 就会立刻赶到店里安排活干 总之就是不能让员工摸鱼 不过也有人说 龙太郎是一位敬业的老板 很多员工都亲切地称其为爸爸 相比而言 宝岛性子则得到了清一色的差评 大家都认为他尖酸刻薄 丝毫不尊重麾下员工 但凡有空 他便会跑到餐厅巡视 只要看见有人在休息 便会以此为由破口大骂并恪口工资 在这样严苛的氛围下工作 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所以餐厅的离职率很高 但这些却丝毫不影响经营 因为很快就又能招揽到新的廉价劳动力 宝岛餐厅雇佣的员工都不是日本人 而是拥有短期旅游签证的外国居民 甚至有些是偷渡者 这类人要求不高 往往能够接受工资低强度大的工作 并且服从性较强 宝岛夫妇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才肆无忌惮地压榨他们的劳动力 而这种行为自然容易招人怨恨 案发前 曾有一名员工与宝岛夫妇爆发争吵 离职时还被客扣了几天工资 为此他当众扬言一定要报复回来 将两人碎尸万段 不过这只是一时冲动说的气话 不能当真 而且他离职后 很快就找到了新工作 压根就没有时间作案 随后他也提供了不在厂证林 除了员工外 宝岛夫妇在周边商家的眼中 更是犹如过街老鼠 他们行事张扬 锋芒毕露 很多做法都为人诟病 首先是喜欢拉客抢生意 但凡是有人从街上经过 都会上前招揽 久而久之 间接导致周边餐厅生意下滑 为此有商家心生不满 尝试交涉 希望他们能够停止这种行为 而宝岛夫妇自然没有同意 并且反驳说是你们自己太没用了 能怪谁 在宝岛夫妇看来 上街拉客是一种很常见的手段 大家各凭本事争取 对方不肯上街留人 就不要怪他们先下手 所以不仅没有丝毫收敛 反而还变本加厉地 要求店员招揽生意 有时还会造谣说其他店的坏话 诋毁其菜品是隔夜不新鲜的 从而吸引顾客来自己店里消费 除此之外 他们还经常违背美食街的卫生公约 一些出于垃圾需要打包装箱后 再放入垃圾桶里 但宝岛夫妇觉得这样太过麻烦 每次都是直接将垃圾丢掉 不仅不方便还为工人清扫 而且还容易引来大量蟑螂蚊虫 导致整条街的卫生水准持续下滑 种种恶行让周边商家叫苦不迭 有一家烤肉店老板 便经常和宝岛夫妇爆发冲突 情绪上度时动手动脚 也是常态 一度闹到警方出面干涉的地步 但他们始终没有吸取教训 案发后 曾有一段视频在网上广泛流传 宝岛夫妇出事前几天 还在餐厅门口与人争执 中文日语来回转换着骂人 所以在走访调查后 警方也怀疑 凶手可能是与夫妇俩有矛盾的商家 顺着这个思路 竟然真的发现 同街一家寿司店老板 有着作案嫌疑 他曾雇佣黑帮人员 前往宝岛夫妇的餐厅捣乱 影响正常经营 不过面对警察的问询 他表示只是想给对方一点颜色看看 并没有杀人的想法 他们之间的恩怨也没有闹到不死不休的地步 通过暗中调查 警方最终排除了他的嫌疑 如果凶手不是餐厅员工 也不是与宝岛夫妇结院的商家 那么又会是谁呢 警方随机调取了 夫妇俩店铺周边的监控记录 终于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当地时间4月15日晚上9点15分 宝岛龙太郎推着一辆自行车 经过上野阿美恒商业街与性子会合9点半左右 两人开着一辆租赁汽车 从上野前往品川区 与一名神秘男子会面 之后他们坐上了一辆黑色轿车 直到晚上11点半 才再次在品川区的运河沿岸出现 此时宝岛夫妇神色不长 丈夫还一脸淡定的在车边吞云吐雾 看上去与神秘男子非常熟悉 16日凌晨4点左右 黑色轿车出现在焚尸现场附近 警方通过人脸识别 确认了神秘男子身份 钱田亮36岁 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 面对审讯 钱田亮表示 宝岛夫妇以前经常找他处理购房事宜 算是熟识 前段时间突然联系他 说想在品川区购买一家沿街商铺 于是便约定在15日晚上前去看房 当时同行的还有另一名看房顾客 抵达目的地后 宝岛夫妇表示要单独转转 于是几人就此分开 钱田亮带着另一名顾客继续看房 过了一段时间后 他打电话联系宝岛夫妇 但是对方怎么也不接 他以为两人有事已经先行离开 于是便和另一名顾客驱车离去 得到线索后 警方立刻赶到品川区展开搜索 最终在一处空房车库里发现了一些血字 DNA检测正是属于宝岛夫妇 由此推测 车库是第一案发现场 凶手事先埋伏其中 等宝岛二人进入后便抱起进凶 在连夜驱车二百公里 将其带到栗木县深山焚尸灭迹 而当晚带两人看房的钱田亮 与神秘顾客显然有重大嫌疑 但想要确认他们的罪行 还需要更多证据 正当警方针对钱田亮展开调查时 一名叫平山林泉的男子 突然来到警局投案自首 他声称自己没有杀人 但的确与此案有所关联 有一位大哥让他绑架宝岛夫妇 并专门交给他一部手机用来联络 但平山没有亲自动手 只是按照大哥要求 准备好汽车交代汽油等相关物品后 就将此事委托给了两名熟人 十五日晚上 他驾驶黑色轿车 前往事先约好地便利店 与两名街头人会合转交工具 之后便打车回去 对后来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直到看见宝岛夫妇身亡的新闻 他感到十分恐惧 联系了两名街头人后 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所以决定投案自首 平山坚称不认识宝岛夫妇 也从未去过案发现场 所作所为都是听大哥的命令 自首前已将手机交换回去 但大哥的身份他却讳莫如深 不肯透露任何线索 只是重复地说那是一个十分可怕的人 而那两名街头人 以前也只和他们喝过酒 只知绰号 不知真名 调查进行到这里 再度陷入僵局 想要查明真相 必须找到平山口中的大哥 而突破口就在平山身上 这时警方想到 他既然能够主动投案 说明不是一个能富裕顽抗的人物 稍微施加压力就有可能突破他的心房 于是警方在审讯时便对他说 自首就等于得罪了大哥 就算不招供也会被报复 主动说出来还能争取宽大 并且警方已经掌握 他后来曾与大哥见过面 只要逐一排查案发当晚的行动轨迹 找出大哥并不是一件难事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警方通过监控查出 当晚十一点左右 平山不幸离开便利店后 独自前往东京一家小酒馆 待到了后半夜 直到一名男性进店待了五分钟后 他们才一同结账离开 最终在不断的逼问下 平山林泉承受不住压力 供出了大哥身份 佐佐目光 得到证词后 警方立刻对佐佐目光展开全国通缉 最终于4月29日将其逮捕 并在他身上搜出好几部智能手机 其中就包括他于平山通话的纳部 根据通话记录 警方锁定的另外两名嫌疑人 出人意料的是 其中一人的经历竟然非必寻常 他们分别是江光记 若山耀人 前者是韩国移民 而后者竟然是日本的著名童星 八岁起便成为了一名演员 他在演艺行业颇具天赋 很有灵性 天资出展便被誉为最有前途的童星 被迁入日本演艺圈的龙头企业 渡边娱乐公司 此后出演过多部影视剧 比如军事官兵卫 属行江户 2020年 若山从娱乐公司辞职 表示要专注学业 可谁知再度出现在大众面前 竟然成为了一名杀人犯 5月1日 警方将若山与江光记逮捕 起初面临审讯 几人还坚称与此案无关 不过很快便败下阵来 综合多方证词 警方大致还原了案发经过 这四人与宝岛夫妇并无交集 只是为了求财杀人 首先是左左目光街道委托 雇主出1500万人员 要求干掉宝岛夫妇 他本人留下500万后花一千 万雇佣平山 其料后者也不想亲自动手 于是也留下500万 找到曾在一起喝过酒的 若山与江光记 用剩余的钱 请他们做掉宝岛夫妇 看到这里 或许有人会疑惑 若山少年成名 前途无量 为何要自甘堕落 为了一点迎头小利 便做起杀人放火的勾当 其实他与江光记 原本都不缺钱 只是他们都事后奢靡生活 花费无截止 若山出道很早 无暇学习 随着年龄增长 他模样大变 可爱灵性的优势当然无存 找他拍戏的人越来越少 他不仅演艺事业 遭受重创 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 惨遭社会毒打 而他自觉高人一等 根本无法适应普通人的平凡生活 每天混集于酒吧 浑浑度日 最终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 而江光记家庭富裕 从小衣食无忧 过贯了奢华生活 而父母中年破产后 生活条件一落千丈 他难以适应贫穷的现状 只能靠偷鸡墓口来过日子 所以面对平山的邀请 窘迫的二人才会欣然接受 4月13日 平山在商店购买了锤子 汽油 麻绳等物品 案发当晚9点半 他驱车前往品川区的一家便利电停车厂 将抛尸所用车辆与作案工具 交给若山宇江光记 之后几人并没有立刻离开 而是坐在车里等候上级指令 大概晚上10点 若山宇江光记驱车抵达行凶现场埋伏 等到夫妻俩进入后 他们抡起锤子 直接砸到两人的后脑勺上 随后用麻绳围住脖子 直到对方死亡 借着他们将宝岛夫妇捆绑起来 塞进后备箱 连夜运送到那虚挺的深山中 16日凌晨4点多 他们在一处小溪旁焚尸灭迹 随后火速逃离现场 原本以为万无一失 可没想到 天亮后便被一群林木工人发现 在警方的深入调查下 他们最终还是南逃法网 那么 本案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 他为何要雇凶杀人呢 警方推测 能够远程操控行凶 说明 此人对宝岛夫妇的生活轨迹非常了解 应该是他们身边的熟人 并且知道购房计划 警方于是再度将目光聚集到 钱田亮与另一名神秘顾客身上 不久后 警方便在祁域县 找到了若山等人运输的黑色轿车 在后备箱里发现了一把带血的锤子 同时在后座上也有残留血污 都是属于宝岛夫妇 经过确认 这正式案发当晚 出现在监控里的那辆车 这足以证明 钱田亮也参与到了此案中 就在这时 一名叫袁田敬鸿的知情人士 又提供了关键线索 他指出 32岁的关根成端 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此人是宝岛夫妇的女婿 和他们的女儿是内缘婚姻关系 这是指两人已有夫妻之时住在一起 却没有领取结婚证 之所以怀疑关根 是因为他与宝岛夫妇关系不睦 并且在案发后不久 便有人找到袁田 表示要转让宝岛夫妇的全部餐厅 袁田怀疑 此人是受关根所托 他才是杀害夫妻俩的幕后真凶 眼见调查步步紧逼 他害怕刑际败露 想要尽快遍险逃亡 而在警方看来 关根的确有着最大嫌疑 宝岛夫妇家大业大 自然需要有人继承 可大女儿没有什么经商兴趣 反而是女婿关根 在商业上颇有天赋 他个性张扬 精通英语 对内 擅长与餐厅的外籍员工沟通 对外 能够抵抗竞争对手的各种险恶手段 算是宝岛夫妇的左膀右臂 他在宝岛餐厅担任CEO 负责日常运营管理 一直兢兢业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比如在旗下的14家餐厅里 有5家店铺 是由关根城端亲自设计打造 营业额都远高于其他店铺 久而久之 餐厅员工都习惯地称呼他为关根老板 而这就有些功高震主 引起了宝岛夫妇的反感 他们曾明里暗里地提醒关根摆正位置 不要越界 有知情人士透露 宝岛性子总是拿关根当佣人使欢 平时出行都让他充当司机 与邻居店家发生纠纷后 也会让他出面当打授 今年3月份左右 母婿二人曾因餐厅管理问题 爆发过激烈争吵 宝岛夫妇甚至生出了 想要撤换关根的想法 同样是被人杀害 但宝岛性子的死状更惨 显然凶手对其恨意更深 杀意更浓 如果幕后主谋是关根 这一点就说得通了 而关根也的确多次在好友面前 吐槽岳父岳母 声称二人一直对他这个女婿有所顾忌 做什么事都要防着他 即使妻子多次劝说也不管用 并且这夫妇俩素质堪忧 总是与同行发生矛盾 动不动就辱骂大人 要是这两人能从世界上消失就好了 届时他就能接手所有店铺 5月6日 东京警事厅突击检查了 关根承端与钱田亮的住所 在掌握了足够证据后 以涉嫌损坏尸体罪名 将两人逮捕 接着便立即展开审讯 很快他们就承认了犯罪事实 关根想要除掉宝岛夫妇 然后自己接手店铺 于是他事先雇佣的左左目光 之后又找到好友钱田亮帮忙 接着他又借购买新店铺的名义 骗宝岛夫妇4月15日 晚上去品川区看房 宝岛夫妇没有怀疑 戏以为真 之后便如前面所说 二人被骗入空房后 走向了生命尽头 而钱田亮口中的另一名顾客 正是关根成端 目前此案仍在争办当中 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 关于这个故事到这里已经讲完了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观点 我们下期见